事實上時間已經到了 剛才懷疑一下 有些同學陸陸續續到了 不好意思說今天剛好有 我的那個探心史的課 在一起然後也跟那個 演講在一起 我本來想說我要講兩次 剛好講一次就好 那事實上 我大概做了幾個比較系列性的演講 大概跟山區有關的這些研究 那上次的演講 事實上從這個 交通 那以及這個之前這些 我過去會講的部分 那今天要講一個人道理 就是有關 日日時期的山區的一個 地方的社會史 那如果印象中沒有記錯的話 我記得在探心史的課程裡面 好像一組報告是要寫這個題目 那基本上就不要偷懶 雖然我報告完了之後 可是還有很多東西是 還沒有得到最後一個結論 那通常你們可以 就這樣的一個題目再去發 那首先 要切入這題目之前 我想使用地址是大家最常 平常最常去使用的一個工具 可是呢 事實上一個地圖來講 它其實有幾個很重要的遺憾 那就我而已其實 一個地圖 它其實是一種 對周遭環境的一種 圖式的表現 這是一種 那第二種呢 事實上地圖呢 它其實可以透過一個 簡化的程序 幫你把 真實活在你生活空間的這些 地理資訊 把它載成一個平面的一個媒體 那透過這個 這樣一個地圖 你可以轉一個 世界各地的人知道 它是一個工具 那第三個呢 事實上 地圖本身它除了是一個 地理空間的載體之外 它事實上也是一個 反映出當時候 在一個 脈絡下 尤其是地理空間的脈絡下 一個呈現的一個工具 所以呢 對學歷史而言 我覺得 地圖的運用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同學們 往後再做一些 學術研究 或是一些 教學運用的時候 事實上 適度的運用地圖 其實 是對你的一個教學 是幫助很大的 那 為什麼我會 對地圖產生這麼大的興趣 是 因為早期我在做 山區調查的時候 我發現說 山區有很少的地圖 同學們可以坐在這個 下面這邊沒有關係 就坐著 因為今天應該有 100多個人吧 如果沒記錯的話 那 事實上我早期在做 山區研究的時候 我發現說 一些山區地圖 其實不太容易去取得 那如果同學們 在我印象的一個 研究過程中 你們會發現說 台灣 從 開始有地圖以來 如果我們 回顧一些 親人的研究 我們去看 台灣的地圖來講 我們去看 清代的地圖好了 那更早之前 比如說 回來西班牙時代 你看到台灣 其實形狀很多種 不同的面貌 那可是真的 山區而言 事實上 山區地圖的產生 是比較 後來才有比較 最確定的產生 那就我們的認知來講 比如說 像清代地圖裡面 大概的地圖 大概都屬於 山水的這個 畫的這種方法 那少數呢 是用紀理畫方 經緣度測量 以及 經緣度跟紀理畫方 這樣的兩種方法並用 那已經 透過這樣兩種 山者 就畫 那可是這些地圖裡面 其實 在解讀的時候 因為以前 並沒有像 後面的人 他透過 山腳測量 或是實地去做一些 山腳點的設立 然後測量 拍板等等 這樣的過程 所以 在早期的一些地圖裡面 你會發現說 怎麼跟我們想像的 空間差異那麼大 可能很遠的山 他可能畫得很近 可能很近的山 但他可能畫得很遠 所以一般來講 如果你要去看清代的地圖 哪至於清代 以前 或是其他各國 在當時候 所畫的地圖裡面 你會發現 這樣的一個特點 那可是 這樣的特點 舊而言 其實也還好 為什麼 至少你有地名 你有方位 或多或少可以 辨識出 這整個一個地圖 在當時候的一個意涵 那 對於整個一個 台灣的一個 地圖來講 尤其是山區部分 那平地部分 其實在 方子裡面 如果我們有去方子 方子的習慣 你會發現說 有一些方子 後面會把那個 女圖放在後面 大概也可以拿來用 那當然有一些方子 你們現在透過一些 比較 先進的這些 數位的這些資料庫 你都可以找到這些地名等等 類似像 中裡面的一些 方子的那個 數位化的成果 你都可以找到地名 可是呢 真正如果你要去做研究 你還是要把那個地圖 來看 那在清代的末期來講 由於愛山府關的關係 所以 1860年到1870年 但以後的地圖 開始陸陸續變得比較清楚 但是那個清楚 還是想像中的清楚 為什麼 如果你要匯化地圖 你要設置 你要做一個 一個地圖的一個 繪製過程 其實它是很繁瑣的 所以如果你沒有透過一個繁瑣的過程 所製造的地圖來講的話 基本上 它是比較模糊的 那在清末的 我們大概可以看到幾個地圖 大概是跟山區比較重要的 包括台灣府 府雨圖 轉要 以及下仙人所 所做的這個台灣雨圖 以及呂總查的台灣前後山雨圖 台灣地雨總圖 以及台灣內山翻設地雨圈圖 這是大概跟山區比較有關係的 那平地的部分 我想你們就去看那些 已經出版的那些雨圖集 大概都可以看得到 那也有老師的博士論文 主要是寫清代的雨圖的演變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去找這本書來看 我記得那個老師是夏琳瑩老師 他的博士論文就是寫這個 清代的雨圖 還起來出生一本書來看 哪好看的喔 那 這大概我抓了幾個清代的雨圖 那你會發現說 這個樣子跟我們現在想像的地圖 好像不太一樣 那譬如說像這張圖好了 為什麼只畫一半 因為另外一半是班戒 所以從地圖我們可以看出來說 當時候行政管轄它是可以所及的範圍 管不到當然就畫不到 可是有時候為了好像張賢自己管得到 還特意要把它包起來 所以這張圖還蠻老實的跟你講說 我可以反正翻界外額就不要畫了 因為反正也管不到 那這是台灣的遺圖 那這是台灣遺圖 所以這張圖來講 通常大概就是地名吧 地名本身 比如說地名標在什麼位置 或是說這個地名 它還有什麼樣的演變 大概去做這樣的整理 那接下來看了大概也是幾張地圖 這個是夏顯文的 彰化仙埔里六色的圖 那後來有人把他畫這個圖裡面的空間位置 真實標示出來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看差異有多大 就是把這張圖的所有的山川位置跟地名 中間把它圈起來之後 把它轉成我們現在可以知道的空間 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如果只是要看地圖的話 當然現在地圖看起來是這麼一回事 可是不盡難 因為上面有很多地名 事實上是我們未來研究會去做到 尤其是這些地圖上都有寫很重要的河川名稱 山人名稱以及原住民部落的名稱 這個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那這個是台灣前後三種圖 那這個圖看出來已經是台灣島的這個樣子 那你可以看出來說以前 如果我們要去從北走到南 或是從東部走到宜蘭走到花蓮 你再走到台東你會發現說 天啊要過那麼多河啊 就是每個台灣 基本上以前的圖畫起來 是台灣好像好幾塊島嶼 組合起來為什麼 因為河川的出海口很大 所以如果你只是在外海看台灣 感覺看起來台灣像很多小島和在一起 這樣懂的那個意思嗎 如果你在海外看台灣的話 比如說如果在台江內海的外面看台灣 你就發現台灣好像很多島嶼 為什麼 因為有好多河道可以走來走去 那從這地圖我們是可以看到這樣一個地理空間的現象 那當然在整個一個統治過程中 畫地圖一向是官方所必須要做的過程 為什麼 因為有土師有名啊 那有名的時候要透過我們去管理 要透過地圖去管理之後 範圍有多大 所以設置畫一個地圖 基本上是每一個國家大概都會做的事情 那對於山區來講的話 事實上整個台灣近現代化的地圖 一直要待那些事情才產生 可是呢 在清末的時候 有一張地圖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張地圖 它提名叫台灣辦理土 那其實這張地圖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開山府番之後 其實清朝政務在台灣各地設很多這個 福肯署的這樣的一個 應該是福肯局這樣的一個設施 作為一個鼓勵人家去開墾 比如說你可以拿種子 然後你可以拿籠具去一個荒地去開墾 那透過這樣的過程 就可以去開發一些沒有人住的地方 那透過這些 這些福肯局的這樣的設計的過程中呢 這些清朝官員開始去收集一些翻射的資料 那透過翻射資料裡面要確定什麼 第一個翻射位置在哪裡 有多少翻射 有多少人 那透過這樣的一個調查之後 每個福肯署或是福肯局 或是福肯分局 被把這些的原住民的元素給記錄下來 那記錄下來之後 比如說我是大科砍的 我就管我大科砍境內的 大科砍是現在的大西 那我現在是台南的 我就管我這一代了 那台南這代是屬家儀館的 那比如說像花蓮的或是台東的 那它都有一個管理的單位 那像如果是我沒記錯 叫做秀孤蘭福肯局吧 或我沒記錯的話 那透過這些福肯局 它們會把原住民的元素拿標出來 那標出來之後 你也不要忘記了 很快1895年來到 那來到之後這些資料怎麼辦 那就我知道是清末資料 尤其是1871年代 1874年以後 有很多清末的資料 基本上現在是找不到看不到的 可是呢 當時候1895之後 日本人來到台灣的過程中 他做了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他開始去收集清末以來的台灣一些 各所謂 除了是私人的文獻也好 或是官方所領下的文獻也好 那其中有一個 有兩個部分 應該是蠻不錯的 第一個是 把一些清末 在修一些方字 剩下的部分 把它集結成冊 所以在日初期 也好幾個清末的一些方字 紛紛做成這個方字出版 比如說 像那個 豎起雲字 或是像類似像 苗栗廳 苗栗 苗栗廳在苗栗限制 好幾個地方都有 那 此外還有一個最大的貢心 就是 他把當時候的 各個敵工人福肯局的資料搜刮 然後呢 地圖的部分 集合成冊 然後出版 那其中這張地圖 就是在當時候的時空背景下 被集結成一張大地圖 那題名叫台灣班地圖 那這張地圖的原來圖名 其實叫做台灣內山翻射地影全圖 那這張地圖裡面大概有幾個很重要故事 第一個 這個地圖 它把這個當時候 清朝 招福了多少翻射跟招福年代 它標示出來 第二個 也標示了當時期末的福肯局 福肯分局的相對位置 那透過點跟線 把這個相對位置 把它呈現在地圖上 那當然 對一個清淡地圖而言 不會有像日治時期 這麼精準的這個測量 所以大概還是 比較用山水地理的這種 畫的這種方式 把它畫出來 那第四個部分是 因為它只有畫原住民的區域 所以目前也是台灣僅存 而且是離我們清末最近的一張 全台性的翻射地圖 它從北到南都有 從北大概從現在的台北的烏覽 一直到應該是新北的烏覽 到現在的屏東的橫村這一帶都有 所以整個山區大概都畫出來 可是呢 只畫山區不畫屏地 是有這樣的一個特色 接下來呢 這個部分是 就是這張圖的一個簡要的說明 就是說這張圖是怎麼來的 就是說它上面的圖是就是說 這個圖裡面大概就 沿用清淡的一些咒 就是說 只把一些重要的部分標算 比如說 聽線的位置 然後防汛 浮肯局的位置 就是說 聽線用方方的 然後文武的分房是 兩個圈的 然後浮肯局是單個圈的 翻射是小的圈 深色的 把道路畫出來 那裡面有顯示出一些很重要的 譬如說 他上面的標誌說 在光去十二年以後 全台的規劃的 深入翻有一千兩百多個部落 那這些部落呢 他們設有土木來管 那這些 舊了以前的東西的設他沒有宰 但是呢 現在的設整個地圖裡面 所有的原住民部落有八百零六個設 那這個設以後的整個人口 從光去十二年以後呢 所有的人口有十四萬八千四百七十九人 我請問你們 這麼精準的數字 一定要透過什麼 要調查才有這麼精準的數字 因為倒戈會數了 如果他寫的是十四萬與十四萬多 那基本上我會認為那個數字是亂報的 為什麼 你報個三萬你報個五萬我合起來 大概大約這個數字就好 可是就這張圖裡面的說明裡面 他從十四萬到後面的這個七十九人寫那麼清楚 表示當初的福肯分群跟福肯群 確實有去做人口調查這件事情 那接下來呢 他會寫說 這個河川因為他只展一些比較大的河川 一些小的溪溝他沒有展 有些地方還沒有開墾很寬很大 還沒有去登路 所以他也沒有寫那麼詳細 那這些的地圖裡面呢 那開始因為有開三五萬之後 很多山區可以去做開墾的行為 所以包括各個地方在做一些 伐木抽騰燒炭煎熬 這些事物呢 大概都有 那還有這些閩南的各家人 糾結在一起 蓋房子要來做這樣的一個事情 那到處都有 那這些的這個這樣的東西完畢之後 要深刻 就是要納稅 要繳稅給觀光 所以作為這樣一個地圖裡面 他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就是說 他可以作為管理上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那這個是這張地圖裡面的部分的結塊 就把它結取出來是 是這個 我是剛剛看的是把那個文字把它打成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這樣的文字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圖長這個樣子 因為這個圖很大 這圓圖的話 我上次打開過 大概 比這個 比這個還要再大一點 再長一點 它是捲軸式的 而且是圓版 那因為當時我們看到這個圖的時候 好興奮好興奮 拿著那個 那個照相機 猛翻拍 因為我對很多地方 我大概還蠻熟 就每個地方都去翻拍 那這個地方是 哪有這樣看 馬五都 這是新竹的關係這一帶 馬五都 好 那這樣的地圖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我們在對清末的文獻裡面 有很多的社的名稱 或是有很多點 我們根本不知道在哪裡 為什麼 因為清末的這個開山撫翻之後 雖然開了路之後 其實清末還做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是什麼 開山撫翻戰爭 而且維持非常久 從北打到南 那打原住民的過程中 原住民部落會搬來搬去啊 沒有你知道會搬去哪裡啊 那你現在透過去訪談 透過去實地調查 也開始跟你講說 有有有聽說聽說 那重點怎麼去證明 那這樣的地圖裡面 我們就很清楚的 標示出所有這些 當時候的這些原住民的社 那這樣的資料還有什麼好處 除了地圖本身 可以呈現這個方位之外 另外的 這樣的地圖資料 我可以對其他部分 比如說我去找方式也好 我去找日子初期的一些 總督工類傳的資料也好 這些社民我就可以對出來了 那對出來 製造在哪裡 那就靠你的方角去看看 在哪裡 那這個是新竹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 接下來這一張是到哪裡去 這個應該是在 看一下 可能有 福肯局 這個 這應該在中部了 在中部靠近這個 這個 以台中為中心 大概是 從苗栗一直到南投的這個山區這一帶 那 最北這邊到苗栗 台中苗栗這一帶 這邊是那個布農族的部分 這邊是布農族的部分 那標示得這麼清楚 你可以去做核對的工作 那這個是現在的那個 投櫃核對 現在是台中新設這個地方 所以 這樣的地圖裡面 上面不要核彎山 這邊不要核彎山 那因為他地圖很大 那 以西的部分 根本 是看這一面 那以東的部分 要地圖翻過來 因為 另外的地圖是寫反的 所以 你變成要看過來這樣 看這樣子 可能是繞臺 繞一圈這樣子 那 這樣的一個地圖 在調佛山 這是苗栗 這是苗栗 那當然 就這樣的地圖而言 不是那麼的精確 為什麼 因為 苗栗到南投 現在我那麼近 沒有好遠 可是 如果你看他這位置 調佛山 就在大湖的後面 一下看到這個 那個丹家森那邊 哇 好像很快的到 可是這也只是 他把地圖 地底標示在地圖上的一個 一個權益之計 為什麼 因為這麼多色 每個都要標出來 其實也蠻辛苦的 那因為 我還沒有 還沒有把每個色 都核對完畢 我大概做了幾個地區的核對 像木龍族啊 泰雅族 我有做 那些地方 我還沒有完全核對完畢 所以 透過這樣的地圖 其實 它是 從清末到那日初期的一個敲門磚 為什麼 因為 早期在佐渡工類傳很多 福肯署的資料 基本上要藉由這張圖去核對 不然不知道他來講哪個地方 那接下來 那接下來 開始進入一個比較有趣的部分 就是說 既然 現在地圖是 你剛才看到那個樣子 那進入 比較近現在的地圖裡面 那怎麼辦呢 那近現在的地圖 現在大概很方便啦 現在就是 現在如果要做地圖 大概是透過衛星啊 衛星造完之後 做地圖 現在大概是造模式 那早期的做地圖 大概不要那麼容易 早期的做地圖 大概要經過這四個步驟 第一個 三角點 的埋設跟測量 第二個 水準點的測量 第三個 地形的測量 第四個 最後的後製地圖作業 那為什麼要講到這個部分 是因為 當時候我們的 我們的空間 並沒有辦法 像現在在 三度空間距離 做地圖的 的 設 能視照相 那早期我要確定 你的點跟我點之間的距離 那我要做什麼動作 就是我要先去 買三角點 所以 你們會在山上 聽說說 台灣山上有很多 三角點 三角點 那當時候的三角點 做什麼用途 就是要做地圖測量用的 那這個 三角點測量的時候 很辛苦的是 因為它三角點 有分等級 而且有大小 而且有時候 一根就 七八十公斤 這麼大 這麼重 而且很長 那它的比例通常是 上面如果 比例是1的話 下面是2 所以上面如果看到 上面出來是40公分 下面應該是80公分 因為它要買到 那個三角 測量那個點的 下面去 以防 今天有人不高興走 去把它踹倒對不對 所以它是買很深的 那而且 因為它的 那個材質 用得不錯 甚至是用花崗岩的 所以 那整隻的那個 三角點的 這個基點是非常重的 那在台灣 當時候 在還沒有後期的 所謂的空照技術的時候 整個地圖的 整個地圖的 作業都要透過 三角測量 那什麼叫三角測量 那什麼叫三角測量 就是說 如果你們 數學好一點 就知道 三角函數 Sine Cosine 對不對 Pensure Modeling 就是說 我透過 一支的一條線 跟一個角度 我可以知道 這個距離有多長 那我可以 標示在平面的一個地圖上 那所以呢 我在做三角測量的時候 我必須也要做一個東西 就是 我要先做 水平的測量 什麼叫水平的測量 我要 在做 測量過程中 我要先確定 我平面測量的兩個端點 是水平的 所以通常 在做三角點埋設的 當下也會去做 所謂的水準點 就是所謂水平 水平的這個測量 那當時候的水平測量 大概是用 基隆港外 應該是港外的這個 潮叉的平均潮叉 去做一個 一個平均值 每天都去測量 測量到一個 平均值的激數之後 用那個海拔作為零 那以這個零之後 相對跟它的位置 就開始往上加 所以 重點來了 因為 地球有引力 所以 每個地方的潮叉 跟每個地方的 的位置 會不太一樣 所以 剛剛你問我說 老師我們的水平 如果是你國外會怎樣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 因為他們國家 有他們當地的潮叉 潮叉的那個平均那個值 跟台灣也不一樣 他如果當地的地圖 是用那個去做 做那個基準的話 他的跟台灣的這個 相對潮叉的 這個 數字就會跑出來 所以我無法告訴你 但是就台灣而言 三角點白色 後來就水平 做水準點 就水平 要拉水平距離 的這樣的測量 完了之後 接下來就是要 真正上山去做測量 那以前這樣測量怎麼辦 就是 這些測量呢 你可能就背一些 有點類似像我們這個工具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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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錄影的這個東西 它其實是一個三角的東西 那日文 它寫成三角錄 那個錄 我不知道那個日文 有另外一個發音 那我們都有用中文在 這三角錄 一個木頭 那旁邊是一個那個 魯箔的錄 那個 孔子那個魯箔那個 三角錄 那那個東西做什麼 因為是 它把那個東西架完之後 上面去架一個光影鏡 然後架一個 類似像可以看出度數的這個儀器 那我遠眺 對面可以椅子的那個點 那椅子的那個點 是不是我這儀器 上面就有一個腳步 跑出來了 那我就把它記錄下來 那記錄下來之後 我換算完之後 我就可以把這個點 標在我的平面的地圖上 它們叫平板 這個的過程 所以我要畫一張地圖 我得必須要爬片 所有在空間裡面 比較高的制高點 完了之後 再選擇第二第三次高點 依序畫下來 所以如果以前畫地圖來講 就是在一個地圖上 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三角 三角形 這樣有概念嗎 就是說 透過三角形 一個一式畫一式畫一式畫 那我就可以把空間的整個一個 一個點 標示在我平面的那個位置上 因為我沒有辦法在空間直接定位 我只好透過三角 三角函數這個點來定位 那透過這個 這樣的地圖完了之後 結果 開始做一些地形的測試 比如說 我要去拉一個很高的很高線 比如說 我如果用日子時期的話 早期是用日子 比如說 十尺一個單位 二次子一個單位 三次子一個單位 一直一接 一直一續的上來 好 那畫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地圖 一個密密麻麻 一個圈的一個像 我們才會看到一個這樣的地圖 那當然最後回來的地圖 還要修圖吧 沒有那麼容易啊 我畫完這些地圖是圓圖 我回來之後 我要標河川林鎮 我要標部落的位置 我要標交通路線 我要標草 那個等的林項我都要標 標完之後 再把這個圖做一些修飾 我才能出版 那現在圖很方便 現在圖大概直接透過衛星 所以現在台灣的一些 三角點子 作為輔助 偏移 比如說 地震 那我們地震過程中 我們的那個 空間我們被壓縮 透過三角點 我們知道說 這個山可能被壓扁了 就是說因為地動 就是地震的時候地會動 然後會壓縮另外一邊 那透過三角點這個確定的位置 我如果做三角點的 每年的位置的定位 我就可以歸納出 這個山每年會被壓 這樣你聽得懂嗎 就是說現在三角點的位置 跟衛星兩個之間相照來講 就可以看出它每年之間的 山的位影量 有這樣一個 特殊的一個現象 那在整個日治時期來講的話 最早開始做地圖來講的話 日治時期初期 其實事實上 所有的地圖 應該叫做迅速測圖 就是所謂的 日本人剛到台灣的時候 因為還沒有大量埋設三角點 那所有的繪圖作為 是用簡單的這種方式去處理 什麼叫簡單 就是說 我只要到一個地方 我先設幾個 簡易的三角觀測點 然後 就從那個簡易的三角觀測點 去做迅速測圖 那迅速測圖的圖 大概在1895到1900之間 大概還蠻多的 而且集中在所謂的市郊 或所謂都市的地帶 有所謂的迅速測圖這個部分 那從1900起到1914年開始 那時候台灣做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說 開始在做一些地極的清查 那配合的 有一個台灣土地調查局 他也做一個台灣寶圖的 的繪製 所以在台灣寶圖的某些點 已經是用三角測量了 那到了1909之後 全台灣普設 就除了平地之外 山區 開始全部普設三角點 那這個三角點呢 設置的時候 在當時候 重要的有幾個基線 就三條基線 一個是 濟蘭來宜蘭到 宜蘭的這個基線 另外是埔里的這個基線 一個是鳳山基線 剛好一個在東 一個在中 一個是在南 那這個基線的長度 大概3到8公里 那這個基線 就是在一個平原上 然後畫一條直線 垂直線 那畫完之後呢 把這個兩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所謂的水平的這個 位差 抓出來之後 買一個點 那從那買一個點之後 這條水平的基線 第一個它已經是水平了 第二個 從這個基線上的兩個端點 開始去找其他 還沒有繪製的這個端點 的三角點 去做三角函數的這個換算 那這個線 連成一條線之後 不能太長 為什麼 賽口賽是 除不進的這個函數對不對 所以一旦這個函數 長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基本上固差就會很大 所以當時候 這個機線 如果超過200 或200公里以上 基本上 就要再另外用端點 去做 做測試 那 以當時候來講的 買的三角點 分成 第一個是一等 一個是 點現在